這個P點 位於s公尺 跟時間t秒 之間的關係是s 會等p平方 那麼 時間由4 第一個要問 你說 時間由4秒 到第4秒 到第6秒 這個 從4秒到6秒 這個 它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4秒到6秒 這樣子的速度 平均速度是多少 第二個 那它在4秒鐘那個點的時候 它的速度是多少 第4秒 就是那個點 跟到第6秒那個點 這樣子的平均速度 那第一個 就是說你平均速度 大概就是你的時間 6減4分支 用料的時間就是6減4 就是2秒 分支 它的距離 距離就是s6減掉s4 6減掉s4 那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6的平方減掉4的平方 所以你的這個平均速度就是 你的距離除以時間 用料的距離是6的平方減4的平方 用料的時間是6減4 所以算出來就是10公尺每秒 那第二個要問 你說 那在t等於4的時候 它的瞬間的速度是多少 那一點的速度是多少 那那一點的速度 那你就要變成說 你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用t-4分支so 然後t減掉s4 或者第二種方法是 δt然後t去進行4 然後第二種方法是 limit delta t去進行0 然後你分母是delta t 分支so 然後4加delta t減掉s4 好 這是兩種方法 我們用第二種好了 就是delta t去進行0 limit delta t去進行0 那delta t分支so 4加delta t減掉s4 那你就把它帶進去 什麼叫4加delta t呢 把它帶到這個t平方 就是4加delta t瓜的平方 那so4帶進去就是4的平方 那這個把它展開來 它會變成 這個會變成4的平方16 再加上2乘4乘delta t 就是8倍delta t 再加上delta t的平方 然後你要減掉這個16 減掉16 那你就會發現說 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16會剛好約掉了 那剩下就是這個 這個再出delta t delta t可以約掉 可以約掉一個delta t 那就會8加上delta t 那delta t去進行0 這個去進行0 那就不見了 所以剩下就是8 所以我們就算出它的瞬間的速度 在t等於4秒鐘 那一點它的瞬間速度呢 就是8公尺每秒 看看有沒有問題